这是韩国影帝崔明植主演的最新电影《奇怪国家的数学家》 在韩国上映第一天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 可以说是好评如潮 多数观众也给出五星十分的好评 更是打败了新编蝠俠 伦敦韩国票房榜首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什么样的数学家能战胜蝠俠的超能力 在韩国上了不同的高中 意味着不一样的学艺天花板 也意味着未来的不同 在学历制上的社会环境下 私立高中无疑成为升入明海大学的最好跳板 不过这种贵族学校学费也高得吓人 几乎都是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在竞争 为了回避一些问题 这些学校在入学考试中 引入了社会关怀对象选拔典型 而小韩就是通过这个选拔进入了私立高中 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在贫民窟的单亲家庭长大 在这个聚集尖子生的学校里 小韩艰难地努力追赶着同学们的步伐 可数学却是他的短板 无论他怎么努力都被同学们远远抛在最后 这无疑会影响班级的升学率 班主任也劝小韩转学 回到家里看到妈妈为了生活 每天还得去应酬公司安排 而且看见妈妈对自己充满期待的样子 小韩还是没说出在学校的情况 他不能转学 只有考上明海大学 才能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 无路偏风连夜雨 小韩帮寝日同学偷偷出去买东西 却被保安大叔发现了 小韩为了疫情没有出卖同学 却被班主任赶出宿舍一个月 漂泊大雨的夜里 为了躲雨的小韩再次被保安大叔发现了 也许是于心不忍 大叔刘小韩解锁了一宿 可小韩想不到的是 这个保安大叔竟然是一个数学天才 大叔叫李学成 是一个背叛北方的叛逃者 如今在这个私立高中当保安 看见小韩书包里调出的数学试卷 老李忍不住都填上了答案 第二天上课 班主任开始提问试卷答案 小韩看到试卷上全部正确的答案 内心还是慌得一批 昨晚遇到会数学的胡仙了吗 他又来到保安室 询问试卷是否是老李完成的 结果被老李赶出了屋子 晚上复习的时候 他听到同学们讨论试卷 考题简直太难了 就连家里请来的精英家教也做错了七道题 那可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首尔大学的高材生 小韩突然眼前一亮 对于他这种没钱上辅导般的穷学生 可能遇到保了 虽然老李对他还是不理不睬 不过小韩并没有放弃 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接近老李 可能是傻人有傻福 老师们的对话正好让老李听见了 对于小韩这种学生 他们也很头痛 小韩的家庭情况他们都知道 这种穷人家的孩子内心很悲观 他们连说话都要注意 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 而且有人不希望这些人会破坏学校的学习气氛 他们也只能私下劝这些孩子转学 也许是心疼这个孩子 老李让他进屋了 对于小韩父亲的离世 他表示同情 但是 可小韩内心只是感到气愤 所有同学都在补课 唯有他从来没有 可他再努力的自学 也是毫无疑 老李给他一张纸条 那是一个废弃的实验室 让他明天带着草莓牛奶来这里 第二天老李来到了废品收购站 这是他在这个国家唯一的朋友 名叫大成 大成总让老李来他这里工作 至少他可以照顾老李 老李还是拒绝了 他这次来只是买几个破旧的台的 夜里小韩如约而至 拿着草莓牛奶来到了实验室 老李还算满意 给他定了三条规则 第一 千万别告诉任何人这里发生的事 第二 说了数学 不要问其他问题 第三 我会教你数学 但我对考试和你的成绩不感兴趣 实生关系正式确定 老李才是给小韩上第一节课 老李故意处理到错题 他想告诉小韩 从这天开始 两人每晚都会进行 秘密数学课外辅导 而学费就是老李最喜欢的草莓牛奶 这样小韩都认为 老李会不会是因为草莓牛奶而叛变的呢 每天的相处 也让小韩慢慢的了解老李 除了喜欢草莓牛奶 这老头喜欢的只有数学 还有巴赫的音乐 对于巴赫 老李也破天荒回答了 除了数学之外的问题 老李对小韩的影响很大 既是学习上也是生活上 小韩在学校里的一个朋友转学了 他也是生活在靠福利救济的家庭 这对小韩打击很大 也许老师让他转学并没有错 他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种学校里 老李像夫亲一样鼓励小韩 数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并不是天才和努力 而是勇气 只有那些性格沉默而坚定的人 才会最终获胜 他拿出小韩以前的笔记 虽然上面很多都做错了 但做题的过程是正确的 所以转学是否对错并不重要 还是让小韩应该证明自己 这一番话对小韩来说 就是醍醐灌顶 秘密教学很快过去了一个月 小韩每日购买草莓牛奶 也引起了同学小韩的注意 朝鲜天才数学家 给韩国高中生补课 竟然让同学小韩发现了 他跟踪小韩发现了 两人的秘密教学 看到黑板上的数学公式 他立刻意识到 老李在给小韩补课 小岩一个井夸在老李 谢谢他照顾小韩 因为他是小韩的女朋友 小丫头绝对是自来熟 没一会儿就跟老李混的贼熟 就连以后是否可以经常过来 老李也同意了 只是让他保守秘密 老李这一生都在研究数学 对他来说 数学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 而且在生活中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数学来表示 这才是数学最大的魅力 然而小韩完全不解风情 完全不理解老师的两股用心 老李要出大招了 他让小韩叫来了小岚 让小岚帮他伴奏 而他要用圆周率给两人弹一首曲子 把数字换成钢琴对应的音 演奏正式开始 小韩的数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班主任教科的时候 他也指出了答案的错误 可老师并没有承认 而是强调答案是考官定的 这还是严谨的数学吗 当然不 这就是权威 面对老师的强势 小韩一板常态 他对老师大胆的说出 老李又来到了大城非收站 看见老李满脸春风 大城还送给老李一部智能手机 这样就能拍拍照听听歌 可收到礼物的老李 却是用手机来查询数学论文 也是 除了巴赫 没有什么比数学更能打动老李 小韩找到同学 要了实验室的钥匙 偷偷进去复印了一份数学论文 这可比在手机上看要清楚得多 收到这个小礼物 老李心里美滋滋 脸上却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明天就是毕达哥斯拉比赛的日子 因为这个奖线会记录在学生的档案中 对考大学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学校将这次比赛作为期末考试的成绩 当试卷发下后 小兰却愣住了 因为上面的考题她全知道 竟然一个不唱 原来几天前 母亲通过关系要到了考试试卷 联系人便是班主任 小兰没有答题 她直接走出了教室 也许她在为所有的考生不公 也许她在反抗自己给安排好的人生 她把自己关在家里 就连小韩发信息约她 也没回任何消息 小韩今晚约老李和小兰 曲听巴赫的音乐会 同学也公司赞助赠送的免费票 音乐响起 老李热泪盈眶 这特么才是音乐 虽然还是面无表情的方块脸 老李内心却很是感动 她亲自下厨 给小韩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好像是泡菜和一个汤 对于每个地方的口味不同吧 的确是太丰盛了 看着狼吞虎咽的小韩 老李想起了她的儿子 而小兰居然把试卷泄漏的事情 发到了学校网上 这下可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 校长让班主任赶快控制 否则传到教育局会引起轩然大波的 老李带着小韩在书店买了很多书 价格不菲 小韩还以为老李中了财票 可这对于老李来说 才是赚钱的真正意义 这是一个男人认出了老李 认出了他是朝鲜的数学天才李学成 男人还误认为小韩是老李的儿子 小韩在食堂打饭的时候 竟然听见电视里说到了李学成的名字 一个名叫李学成的朝鲜数学家 即将证明李曼假设 当其他学者验证了他的论文 克雷数学研究所会奖励他一百万枚刀 而电视中的吴教授在四十年前 与老李相识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 著名数学家保罗厄多斯分别送给两人一支钢笔 小韩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李 却让老李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感觉自己泄露事件的事情要败露 班主任销毁了一切证据 当他准备跑路时 校长的电话竟然打来了 校长给他一个U盘 里面记录了小韩为老李复印数学论文的视频 无论小韩怎么解释完全没有用 偷语不偷显然亦不重要 这个国肯定是要扣在他头上了 班主任用心良苦地劝他转学 这时就会平息 他会帮助小韩找到最好的学校 否则小韩可能会背叛五年监禁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学校 小兰知道那天小韩只是复印论文 另一边在韩国NIS部门 也得到了朝鲜方面的消息 他们牧制天才数学家李薛成被南方绑架 要求对方速度归还 大成也在里面 他竟然是NIS人 一直在监视着李薛成 他们又得到一个消息 美利国也会派人来调查 黎曼假设与密码学有关 不仅是军事加密 也涉及到电子商务 网上银行和网上购物 所以他们要让老李在电视里露面 并声称自己是自愿来到韩国的 可大成不同意 老李的儿子去世了 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露面 可同时却用上级压他 书店里相遇的男人也找到了老李 他也是脱北者 他欠老李跟他回国 只要回国待遇非常优厚 而且自己也不会受到惩罚 否则南方投出橄榄枝 他再回去就没那么简单了 老李愤怒地赶走男人 大成也随后来了 韩国演员崔明植 十几年的折服 忠诚韩版周润发 他的演技和存在感都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次饰演朝鲜天才数学家李学成 他一直都把大成当作在这里唯一的朋友 结果都是假象 他真的很失望 他准备离开这里 大成一直在抱歉 他并不是想监视老李 而是想保护他 他也一直当老李是朋友 他把老李研究黎曼假设的论文出稿交给老李 三年前他被这老李留了下来 可老李根本不买账 他儿子就是应该这个死的 所以李学成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现在他只是保安老李 大成劝他不要冲动 否则这个老朋友真的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小韩也来了 他只想让老李留下来 可老李根本不听任何人说辞 老李来到了车站 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何去何从 是隐形来明躲起来 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呢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男孩 简直跟自己的儿子太像了 那段痛苦的回忆又涌上心头 在儿子的眼中 老李是个除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他恨父亲带他来到这国家 他怀念自己的祖国 他拼命地向北方游去 可他不知道他的下场会是什么 这段痛苦的回忆就像尖刀一样弯着老李的心 从那一刻 他便放弃了他曾经的理想 面对老李的离开 小韩也心会意冷 他偷出妈妈的印章 填写了转学申请书 比达哥拉斯颁奖仪式即将开始 小韩却拖着行李准备离开学校 小蓝突然出现了 他抢走了一脸懵逼着小韩手中的行李箱 小蓝在来之前刚给老李打了电话 小韩要转学了 小韩没办法 只好跟着小蓝来到会场 然后就被老师安排坐了下来 一时开始 曾在这所学校毕业的吴教授开始讲话 正当他讲得兴高采烈时 老李大步走了进来 班主任立刻前去驱赶老李 你一个保安上这算什么存在感 赶快滚开 老李却慢慢掏出了当笔 吴教授激动地走下讲台 但没想到四十年后 真看到了李学成 他隆重介绍着老李 就连旁边的班主任都是一脸惊讶 这难道是学校的扫地僧吗 老李上台开始讲话 老李并没有讲数学方面 而是说出小韩被陷害了 并且指出班主任就是陷害小韩的人 使他们泄露了诗卷 班主任恼羞成怒 他安排好的大锅就这样被掀开了 他越说越激动 越说声越大 就这样说出了舞台 太阳是要跑路了 欢了小韩清白 老李接着说道 词曲 李宗盛 이 욕심만은 애비 따라 덤척으로 내려온 내 세상을 떠났습니다. 그저 욕심만고 한심하게 짝여온 것 나밖에 모르는 그런 이기적인 인간이었습니다. 정말 부끄럽습니다. 롤離开了,校长也承默要言查泄露事件,并拒绝小汉的转学申请. 大成驾车带着 롤离开, 롤询问大成采访什么时候开始. 可大成却要走了给 롤的手机,然后扔出窗外. 接着交给 롤护照和机票,告诉 롤他想去哪里都可以. 不过 롤担心大成这么做的后果. 롤离开了,大成把钢笔和手保交给了小汉. 得到这个礼物,小汉把这份纪念分享给小兰,可结果呢? 果然一个男人永远敌不过女人. 三年后,小汉去参观奥伯沃尔法赫数学研究所,他拿出了草莓牛奶. 既然学费已付,那么免费补课班又将到来. 这部电影看起来像是在讲数学,却是在反映一个人生的故事。 数学是很多人学生生涯里的噩梦,没有人愿意去触碰他。 电影中的男主也是被数学放弃着,老李却教他寻找数学的趣味和过程。 数学很简单,如果你不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人生有多困难。 这部电影也似乎在讽刺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体制, 将当下高中生竞争激烈的学校生活也描绘得很深刻。 全力被占高考,无法喘息的压力,害怕自己掉掉的恐惧。 一旦被落下,就再也看不到前面的曙光,这就是当下学生里的现状。 每当回忆高考的那段岁月,留下的也只有深深的怀念。 这部电影的结局也不错,大成子还是在乎劳力这个朋友,私下为他做了牺牲。 而天才数学家再度拾起热爱的数学,也拥有了一个很棒的环境。 三年后师徒两人再次见面,满屏幕的数学公式也见证了两人对数学的喜爱。 直到最后结束的QED,也表示证明完毕,留给人的只有温暖。